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聊中东局势 现在以色列已经向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正式宣战了 可以说战争已经正式启动 10月7号我们只能说哈马斯是对以色列发动了偷袭 但是他这个偷袭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昨天最早的报道说是以色列方面的死亡人数只有40多个 那么现在的报道说 以色列里面可能死亡人数达到600多人 这个伤亡数是挺大的 然后受伤的就是几千人 因为这次哈马斯这个突袭确实他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 从天上陆地到海上都发动了进攻 天上它是那个飞行伞 几百个飞行伞同时飞过来 飞到军民区后面降落 然后进行突袭 地面有的是通过地道 有的是把边境墙挖成洞 直接骑摩托车都冲过来了 有的是沿着公路直接打过来的 这个地面也是非常多的 然后还有远程的无人机 海上还有快艇的突击队 等于说哈马斯海陆空全线出动 关键是哈马斯这次 火箭弹好像是打不完 昨天是打了5000多枚 今天火箭弹还是在不停的发 我都想不通像加沙那么落后的一个地区 咋能生产出这么多先进的武器呢 所以我昨天谈的那个问题呢 也许背后的真相呢 就是那个样子 哈马斯这次呀 背后有金主 那么让我说哈马斯的这次突袭行为呢 首先它就是一个侵略 第二呢 它就是个恐怖袭击 因为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呀 他们是有和平协议的 而且以前也反复达成过和平协议 那么我们以前就不说了 就是说最近这个协议是达成了嘛 所以才有这么几年的消停时间嘛 那么现在哈马斯突破这个和平协议 突然发动了攻击 这算不算一种侵略呢 对不对 而且是没有宣战的那种侵略 而且针对了众多的平民目标 这个不算是恐怖袭击吗 所以哈马斯的这个举动呀 从任何方面来说啊 都是应该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 他这次突袭的时候呀 刚刚在这个边境墙附近呀 有一个音乐节 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音乐爱好者呀 在这里举行音乐盛宴 结果这伙冲进来呢 就把音乐节的很多人给劫持了 这就是说现在确认的啊 有两个 一个是昨天被侮辱尸体的那个女性 那个女孩拥有德国跟以色列的双重护照 等于说她也是个德国人 现在德国政府呀 也是非常的不愿意 还有一个确定的女孩 这个跟中国人有关系 这个女孩是终于混血 出生在北京 在这次音乐节上呢 现在确认呢 已经死亡了 那么更多的信息啊 正在核实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拥有普世价值观的人来说 哈马斯这次做的事情 应不应该遭到谴责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这次对哈马斯宣战啊 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是对哈马斯要来一个彻底的解决 那么这个事情处理以后啊 中国这边的媒体的表现啊 确实让我很失望 可以说大部分人呢 是支持哈马斯的这种行为 只有少数人是支持以色列的 而且呢 底下肯定有人呢 来攻击他 现在呀 网民也总结了 就是俄粉 现在全都是哈粉 他们认为这种侵略 认为这种恐怖袭击啊 是有道理的 是站在正义的一方的 所以啊 中国人呢 在中共统治这70年以后啊 已经彻底的思想混乱了 他已经不能分辨 是非了 脑袋里的逻辑啊 完全是错位的 我说他们的脑袋错位啊 肯定很多五毛粉红啊 他们还不服气 他觉得他们讲话啊 都是真正有词 也是很有道理的 实际呢 他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已经连最基本的思想辨识力呢 已经没有了 比方说 五毛粉红都要唱了两首歌 一个是国际歌 一个是东方红 对不对 那么国际歌里头就唱得很清楚 事实上没有什么神仙皇帝 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 但是在东方红里头呢 他又唱 东方红太阳神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是我们的大救星 对不对 那你说没有神仙皇帝 跟大救星之间 是不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呢 但是五毛粉红啊 就是天天在唱这两首歌 他们还觉得非常和谐 所以通过俄乌 还有这次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啊 我对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很多人啊 是不抱有希望的 如同圣经上记载的啊 摩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那么这些在埃及当过奴隶的以色列人呢 必须要在旷野上流荡40年 等这些人整个都死亡以后 新生一代的埃及人呢 才能到达迦南府邸 我觉得啊 中国这几代人不死亡呀 中国人的思想呀 整体上不会有大的改变 假如说只是俄乌那个事情呢 我当时呢还能理解一点 但是现在到以色列跟哈马斯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完全不能理解这些五毛粉红的行为了 因为在这之前 很多五毛粉红还认为啊 中共跟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好呢 实际在国际交往中呢 以色列对中国呀还是可以的 还给中国偷偷的呢 提供了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 所以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呢 他就转向了呢 他认为以色列呢是邪恶的 因为他跟美国走得近 这个哈马斯呢是正义的 因为他跟中共关系比较好 他跟伊朗是同盟 他跟俄罗斯是同盟 所以我们是同盟 他就立刻转向了 那你说这样的一群人 他还有识非观吗 况且这帮为俄罗斯 为哈马斯摇旗呐喊的酒赛 还不知道明天到哪去上班 房贷怎么去还呢 遭受着中共的层层的压制 但是他的脑子呢 从来不会转弯 从来都是诸咒为虐 所以我对这个族群里头的很多人呀 还是挺失望的 那么现在这些哈粉啊 他们的理由是啥呢 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啊 是侵占了巴勒斯坦的土地 犹太人呢应该把土地呢 还给巴勒斯坦人 那么这个我就想说啊 这些五毛粉红呢 完全是没有知识 他们所有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理解呢 就是来自中共的新闻报道 那是一种政治宣传呀 根本不是历史真相 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 我就跟大家聊一聊啊 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呢 到底属于谁 是属于以色列呢 还是属于阿拉伯人 昨天呢 我在那期节目里头呢 我就给大家说了一下 按照圣经的记载啊 从这个历史渊源上来说 这个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啊 它是娘胎里头带来的 它根本无法消除 那么怎么才能共生呢 就是看谁把谁压住 只有这个办法 其他别无他法 那么这两个民族的渊源呢 今天呢 我就简单的点一下 因为这个故事啊 也很有意思 讲起来呢 也需要很长时间 那么今天呢 我们把圣经里头的这道说法呢 简单的给大家点一下 以后我会抽时间呀 专门做一期这方面的节目 那么后面我们主要讲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 这个巴勒斯坦问题是怎么形成的 这块土地到底属于谁 那么按照圣经跟古兰经的记载啊 这两部经书呀 前半部分记述的事情呢 都是差不多的 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呢 他们是同一个祖先 都是闪主人的后代 那么在闪主里头呢 出来了一个上帝拣选的人 叫做亚伯拉罕 在天主教里头啊 翻译成亚巴郎 那么我们今天就说叫亚伯拉罕 那么亚伯拉罕在天主的启示下呢 他就带着他的家人呀 到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 就在这定居下来了 然后在这繁衍神兮 那么现在以色列人 跟阿拉伯人的关系 是怎么形成的呢 他是家庭矛盾 对外的一个延伸 这个亚伯拉罕的原配叫个萨拉 这个萨拉呢 不生孩子 所以萨拉呢 就把他的侍女 在基督教里头翻成下甲 就让他呢 当了亚伯拉罕的小老婆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了 这个小老婆呢 申领儿子 是长子 这个大老婆呢 在上族的恩典下呢 也申领儿子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因为小老婆 申的是长子 然后大老婆呢 申的是小儿子 因为在那个时候啊 犹太人的继承呢 很严格 他为了家族的传承呢 他是长子啊 先继承家族赛产的一半 然后余下的残残呢 其他的子女才去分 所以这个长子的地位啊 就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哪一个儿子算作长子呢 这样的话 在两个女人之间呀 就产生了争执 那么后来呢 亚伯拉罕新一盒呢 把他的小老婆哈吉尔呢 跟他生的这个儿子 以什玛尔呢 就从这个家里头呀 赶出去了 赶到了麦加这个地方 这只呢 就成了阿拉伯人的祖先 然后他大老婆 萨拉神的儿子 以萨格呢 就成了犹太人的祖先 那么你想 这种娘胎里头 带来的仇恨 它能融合吗 实际这个过程中呀 有很多故事 最后呢 又产生了不同的宗教 犹太教跟这个伊斯兰教 那么他们这种对立呀 就是越来越严重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说 谁是长子 谁应该算作 亚伯拉罕的基成人 这就是争执不清的问题 所以我说啊 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呢 是不可调和的 只能看谁压住谁了 当然 后来罗马帝国来了以后呢 把这个以色列给灭国了 把犹太人呢 驱逐到了世界各地 在这个时候呢 犹太人算是亡国了 那么故事再往前发展呢 又产生了变化 就是十六十七世纪啊 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崛起 他把整个中东地区啊 他都占领了 包括现在中亚的很多地区啊 都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地盘 那么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呢 也是土耳其统治的 但是土耳其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这个点有点背 他选边跟德国结盟了 结果一战呢 德国给失败了 那么土耳其帝国呢 也就被瓦解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东的这么多国家啊 都是奥斯曼土耳其 解体以后成立的国家 包括现在什么沙特呀 伊朗呀 科威特呀 这些国家啊 以前都是属于奥斯曼土耳其的 都是一战以后啊 才独立出来的 那么由于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 从古罗马之后呢 就没有建立过国家 一直是由大的帝国所托管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是由国联托管的 当时的世界呢 是英国讲话算话嘛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主要是在英国的管辖之下 那么这个时间呢 全世界呢 又流行了犹太复国主义者 很多犹太人呀 就跑回巴勒斯坦地区呢 在这个地方购买土地 但是阿拉伯人很高兴啊 因为他们这都是沙漠 都是荒地 可以说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现在突然有人出钱买了 阿拉伯人非常高兴 把土地一卖 然后把自己的帐篷一收拾 毛利一卷呢 就走了 就相当于现在的农民啊 土地被拆迁了一样 他们是非常高兴的 没有人拒绝这个事情 所以就这样几十年下来啊 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呀 在巴勒斯坦地区啊 购买了差不多有一半的土地 所以我们首先不能说 以色列这个国家呢 是完全抢了巴勒斯坦的土地 这个前期的土地啊 确实是别买来的 如果从历史渊源上来说啊 这个地方确实是犹太人的祖先啊 在这生活过 而且在这建立过国家嘛 你像那个大卫王 索罗门王 都是犹太人建立的国家 所以这个土地跟犹太人是有缘缘的 虽然它流放了两千多年 但最原始的时候 这块土地啊 就是属于缘犹太人的 那么接下来又到了二战 大家都知道嘛 二战的时候呢 这个纳粹德国呢 疯狂的迫害犹太人 更进一步促使了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更多的犹太人呀 举驾迁到了巴勒斯坦地区 然后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 英国也要面临着重建 当时他的国力呢 已经不能算是 头号帝国主义国家了 也没有精力管这个中东失误 所以他也急于想从中东撤出去 由于二战结束以后呢 国联就不存在了 成立了新的联合国 这个地方呢 就成了联合国的托管地 实际主要还是英国人在这管理的 那么英国人要从这撤走 他就提了个方案 叫做巴以分制方案 应该是联合国181号决议 这个决议呢 大部分国家呢 都表示了赞同 可以说是在联合国啊 是一个有效的文件 这个文件规定呢 在巴勒斯坦地区呢 成立两个国家 一个国家呢 是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巴勒斯坦国 另外一个国家呢 是以色列国 以犹太人为主 那么这个时候 国土跟民族成分是怎样的呢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个国家是这样划分的啊 阿拉伯国家呢 总人口是73万5 其中阿拉伯人口呢 占了72万5千 占了99% 犹太人呢 是1万人 占了1% 犹太国呢 总人口是90万5千 阿拉伯人占40万7千 占45% 犹太人占49万8 占55% 然后由于耶路撒冷的这种宗教地位特殊 他是三教圣地嘛 所以他在耶路撒冷呢 成立了一个国际特别政权 当时基本上这个框架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决定在联合国通过以后啊 以色列人就接受了 但是阿拉伯人不干了 他们觉得他们吃亏了 同时这个时候呀 别的阿拉伯国家呢 又鼓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啊 跟以色列打 说把以色列人赶走 因为阿拉伯人不服气啊 他们认为犹太人都被赶走了2000年 你又回来说这是你的国家 所以呢 是他们没有接受这个联合国的协议 然后呢 跟以色列开打 这一打呢 又没有打赢 打一次是输一次 一共打了五次 结果现在的情况是呢 是以色列的土地呢 越打越大 比181号决定的时候 那个土地还要大 那么现在有人呢 就说这个以色列多占的土地啊 是他的侵略行为 所以这个啊 就看你从哪个角度说了 首先第一个 在民族国家独立的时候 巴勒斯坦地区呢 是没有国家的 任何民族呢 在这个地方都能成立国家 你就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巴勒斯坦可以在这建国 犹太人也能在这建国 况且犹太人追途的土地呢 都是自己掏钱买来的 然后至于战争中 抢占的土地呢 就相当于战败一方的 土地换和平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现在把疆界固定到这了 而且到200几年的时候啊 巴勒斯坦又要建国了 他也是以181号这个决议呢 为基础来建国的 就是应可巴以分支这个方案的 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呢 哈马斯是屡次反悔呀 那么这次又搞了一个大的 可以说要推翻这个决议 那么这个过程中大家看 谁不讲道理 谁是一个流氓 所以这个事情让我说啊 面对这两个种族的纠纷呢 你不能拿我们普世的价值 来看待这个东西 因为有一方呀 他永远不会遵守这个东西的 那么怎么样达到一个平衡呢 就看谁压住谁 那么最后呢 我再补充一点啊 就是很多人以为呀 这个以色列里面呀 全都是犹太人 实际并不是这样的 从巴以分支的时候 里面就住了很多阿拉伯人 他们跟以色列人呀 实际呢 已经是共生共荣了 而且呢 很融洽啊 我呢也看过一些以色列的电视啊 就是生活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呀 过得是非常幸福的 那么这次哈马斯闹事的呢 他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加沙地带 因为当时一妈分支的时候呢 分了两块 一个是约旦和西岸 这个是巴勒斯坦这个阿拉伯人的主要区域 还比较大 另外呢 就是靠近海边的这个加沙地带 实际这个加沙地带啊 它非常小 只有360平方公里 360平方公里是啥概念呢 我跟你讲一下哈 就是36公里长 10公里宽 就是这么小一个地段 今天被水淹的浊州市啊 都是720平方公里 你想想 它这个地方多小 那么这个地方 现在生活里有多少人呢 230万人 人口密度呢 达到了一平方5000多人 这个密度有多大呢 上海市就算人口很密的地方了啊 一平方公里呢 也是有2600人 你想想 这些人多么的聪明 那么这些人口是咋形成的呢 就是巴伊战争的时候呀 在这个加沙地带呢 成立了很多难民营 这些难民聚集在这个地方 慢慢的呢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区域 那么在这个区域里头呢 就形成了一个组织 叫哈马斯 以前我们老听到的那个巴结组织 巴拉斯坦解放组织啊 那个的总部呢 就在约旦和西岸 它俩实际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那么你想 哈马斯以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呀 作为他的战略大本业 然后向以色列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这个结果大家可以去想啊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 现在美国已经宣布呢 他要派福德号航母呀 到这个地中海南呢 支持以色列 同时呢 今天伊朗也宣布呀 他将会支持哈马斯 那么我们看 在这个区域的战争怎么去打 我认为这次啊 如果以色列下定决心 一定把哈马斯铲除 可能才会有效果 就像当年把巴结组织铲除一样 如果你不铲除的话 那就又重复了以前的样子 把他打击了 然后和谈 然后等他宽松几天 再筹掉一点资金以后 又开始发动这种袭击 又开始了这种游戏 我觉得以色列啊 不应该这样去做 特别是有关这个事情的处理上面 这次希望呀 美国以及欧洲的一些白左呀 再不要当什么圣锋表了 面对这样的邪恶组织 就是不应该手软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儿 如果您是第一次光临本频道呢 请点击订阅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呢 请点赞分享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